最最香的复兴社区88岁的吴阿英阿嬤 大家说她是凤梨阿嬤 今年3月份在山区失踪的5天被找到 凤梨阿嬤很感谢所有救援她的人 因此特别和家人来到玉里的台酒县救难大队 为了表达幸运她还请大家吃饭 包括了救难人员玉里镇长 还来华联县议会副议长等人都到场 场面温馨感人 最最香复兴社区88岁的吴阿英阿嬤 大家称她凤梨阿嬤 3月份在山区失踪5天被找到 凤梨阿嬤相当感谢 特地跟家人来到玉里的台酒县救难大队 为了表达幸运请大家吃饭 救难人员 玉镇长 华联县议会副议长等人都到场 场面温馨感人 过来我们台酒县的宗旨 因为我们台酒县有三义 六义 水义 这是我们的责任跟义务 88岁的吴阿英阿嬤 是父亲社区发展协议总干事杨亲茂的妈妈 表示非常感动 也很感谢各方的救难人员 能够让妈妈平安回家 所以我今天特别的带了我们的阿嬷 虽然她是88岁 我说没关系 我也带你来跟人家喝酒 选择酒 因为大家可以带到你 是大家最大的欢迎 这个时候说 今天我们真的抱得满 随着高龄化社会到来 老人失踪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 当家人可能走失时 定期半年或者是一年 对于有走失之余的家人拍照 已被布施之需 并且要多留意穿着特征 使用语言 口头穿等等 记者高双双云里震蔡蓬博德 out UH 谢谢大家